现在是下午点多了 基本上这次的邯郸之旅就结束了 现在往这个邯郸东站的方向走 买了个椰子 说实话不是很好喝 不是特别甜啊 但是你要是往另一个方向想想的话 这个可能热量不是很高吧 有得必有失嘛 不知道这个椰肉可不可以吃了 可能今天没有工具就算了 有个小学要放学 大黄校车 到这边啊 红台区 汉光实验小学 大给拿去包好不好 汉光实验小学 现在连访路啊 然后一直往东走 其实离邯郸东站就不是很远 也就是大概三公里左右 如果骑兵车的话 可能十几分钟就到 这条路一看就是比较新啊 我估计可能就是在通往汉南东站而秀的 集中能源 很久之前听说这个企业话 是世界五百区 哇然后路过一个非常大的十字路 上面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我估计可能是政府部门 这边呢还有什么风景吗 真的啊 很多 其实很多城市这个高铁山附近啊 都是属于一个新开发的 楼楼都比较新啊 韩南这边是 已经是开了差不多了 就是新开发已经开了差不多了 不像运城那边 很多东西还只是在建设的 韩南这边是真的已经差不多实施完了 这新城里啊 还很中国地方 还很高兰 可以让我们展开 OK 我又走到了 邯郸东站 因为刚才 就是 火骑的庞场单车嘛 然后不过它是有边界的 那庞场单车可以使用的边界 其实离火站还有一段距离 我大概又走了大概十几分钟才到 然后我现在是从这个 这个邯郸东站的这个公交车站的这个地方进来了 其实这样看它这个东站也不是很大 有点意思 而且我发现邯郸的公交车都很小 中间竟然还有一颗爱心钻